民众党总续柯文哲一色金华城逼案 2号凌晨被法院裁定 无保请回民进党2号晚间的脸书 以民众党没说的真相为题 发出了系列的图文 不光检方的搜索票内容 反驳民众党指控强调搜索票范围 不单是办公室 还包括柯文哲位于民众党 中央党部的办公室及其使用的橱柜 以合比例的方式检视办公室的位置区 跟员工的座位图 确认有没有柯文哲实际使用的座位跟橱柜 没有执行其他人员的私人物品跟办公座位 同时也透露 在对柯文哲夜间征讯的期间 有给他充分的休息时间 之所以增压是为了避免串供 不过此文一出也引发网友炮轰 质疑民进党是台北地监署的发言人吗 怎么会连搜索票都有掌握 难怪北柬要挂民进党旗 而在大量网友涌进批评之后 民进党脸书也在发布贴文后的 三小时内删文 同时澄清发布图卡的用意 是希望提供法律常识跟见解 但经讨论后 的确有让人不当联想的疑虑 所以才会将贴文删除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